阿爸天父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聚集在这里 我们感谢你这是七日第一日 也就是你所定的日子 这是你吩咐我们要遵守的日子 这也是你赐福给我们的日子 这是分别为圣的日子 我们来到你的殿中 我们把我们的全能献上给你 我们也向你献上我们颂赞的祭 感恩的祭 我们感谢你 这时刻我们的心也预备好 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 感谢圣灵请你来充满我们 带领我们进入这里 你要更新我们的生命 你要让我们的生命福被满意 谢谢你让美好的事情发生 奉耶稣基督得胜圣名祈求感谢 Amen 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属灵领袖 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 我们是属灵领袖 我们要对传承有一个觉醒 有这样的醒悟 就是到底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有意识的 无意识的 有意无意的 我们到底在传承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传承 然后我们要如何的来传承 这是第二讲 今天特别把重点放在传承的觉醒 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 我们现在正在传承什么 给我们身边的人 给我们的儿女 给我们的下一代 别人正在传承什么 在影响我们 影响我们的家庭 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影响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生命 好 我们来看一个短短的两个短片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 预备声音 年轻人 你为什么不买房呢 我为什么要买房 不买房怎么结婚呢 我为什么要结婚 不结婚你怎么生孩子呢 我为什么要生小孩 没有孩子呢 你老了怎么办 什么意思呀 买房结婚生孩子就能长生不老吗 等你老了 你身边没有孩子你会很惨的 要是去进老院 有没有孩子都是区别对待的呀 你可拉倒吧 我做了几十年的儿子 儿子能不能乏老 我能不知道啊 你现在年轻怎么嘴硬都行 等你老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凉了 我年轻的时候潇潇洒洒几十年 最后我早两年报应不过分吧 要是像你这么想 人类不就早都灭绝了吗 像我们这种穷人 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凑数的 我的孩子大概率也是重复我的老路 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的 你想想你的父母 你不觉得你的做法很不负责任吗 换一个角度 我是对我的孩子负责任 我本身已经过得不好了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出头的机会 那么如果我的孩子出生 只是为了继承我的老路 恐慌贫穷 不也是一种善良吗 年轻人 你嘴硬 我说不过你 但是作为过来人 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 我告诉你 你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 你有问题 你吃那么多盐 怎么不hold死你呢 我是穷人 但我干嘛不做一个自由自在的穷人呢 为什么要接受你的绑架 去做一个那么辛苦的穷人 已经穷得这么彻底了 还要被这个绑架约束 肉体上吃不好喝不好 精神上也找不到乐趣 那我活得有什么意思呢 是为了让你们活得更好吗 年轻人 你不能这么想呀 你要学会吃苦 学会奋斗 那样才能改变人生呀 这个我明白 只要我能吃苦 我就有吃不完的苦 那你这样活着 对社会又有什么贡献呢 我都已经重成这样了 不去犯罪 就已经是对这个社会 最大的贡献了 这个在抖音上网络上 几百万的人都在看都在听 他在传承他的想法 他在传承他的价值观 他在传承他的人生观 你说他错嘛 你活在他那个的处境 你觉得他说的很有共鸣 你如果没有活在他的处境 你就觉得 哎呀 他有点偏急 对吗 其实一个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稍微抽离来去看 如果这是一个大萧条的年代 如果这是一个战争的年代 如果我们活在一个 不公不义的社会的制度里面 如果我们活在一个专制的体制 又是滥权的时代 而不是权力受到制约的时代 如果我们处在一个 不公不义 无法得到伸张 不是一个法治 而是一个人治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面 也许我们能够说 无奈呀 生在错误的年代 也许是这样 也许是有一个出路 我们期待一个大的环境的改变 制度的改变 可以改善这样一个情况 这不是全世界所有的状况 但可能是局部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能说他错吗 也许我们不是他 你能说他对吗 因为我们没有在那样的环境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话题 如人饮水 人暖自知 他每天活在贫穷 无助 受苦 绝望 看不到盼望 不知道人生活着的意义的时候 这是他的心声 这是他的呐喊 这是他的感受 对跟错 你来想一想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的视频 婚姻不是童话故事 不是公主和王子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婚姻里充满了柴米油盐和鸡毛蒜皮 怎么沟通 怎么关注彼此 怎么规划财物 怎么养育孩子 怎么处理人际关系 这都是现实 但现实和爱情并不矛盾 我和先生牵手走了十年 靠的不是激情 而是我们都知道来到婚姻里不是躺赢的 而是各学各的功课 爱使人去掉自我中心 成全对方的同时 也成全一个更完整的自己 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于是结出更多更饱满的自力 爱没有错 错的是我们自以为是的爱着 却做着和爱无关的事 爱让人拥有真正的自力 没有完美的婚姻 不过是两个五十分的人 一起把日子过成了一百分 愿你也能有使自己幸福的能力 愿你也能在爱里自立 可能大家都认识这个姊妹 廖志姊妹 在2008年512 这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她就是埋在瓦里底下 后来被拯救出来 因为被压的时间过久 她的两脚被压住坏时 必须要切断 所以她现在是钻了一只 切到大概膝盖左右 那么后来她又再结婚了 结婚之后呢 就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 然后也被神大大的使愿 她是一个舞者 跳舞非常好 也是一个很会演讲的演说家 她不断地在用短视频 来传扬福音 我们中文的启发课程 就是由国内制作的中文启发课程 她是其中的一个主持人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第一个的短片 它只是一个局部的现象 我们看到这一个呢 就让我们看到 虽然她的人生非常的悲惨 失去了她的双脚 失去了她的婚姻 失去了她的产业 但是地震过后 她的生命又有一个新的开始 她的奋斗的生命 正在传播 我们讲正能量 传播生命里面 有了上帝 有了耶稣 可以有不一样的诠释 可以有不一样的日子 可以有彩色的生命 好 我们来看 传承的神学 我们上周已经有读了 我们还是要思考 神的话也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要传承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圣经给我们的榜样 第一个就是信仰的传承 信仰不是理论 信仰是生命 生命必须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我们常常说 信耶稣一代比一代强 一代比一代好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三章 十三节讲到 他说亚伯拉罕 以撒亚各的神 亚伯拉罕是第一代 以撒是第二代 亚各是第三代 我们的神 他说这是亚伯拉罕 以撒亚各的神 祂是我们祖宗的神 请问我们今天是第几代的基督徒 我们有想过如何把我们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 我们有想过我们看到下一代的下一代 我们仍然看到他们是敬虔 敬畏跟认识上帝的 第二我们来看生命的传承 信仰不是一个理论的传承 不是一个外在活动跟形式化的传承 必须是生命的传承 我们来看信仰是一个榜样 一起来读耶稣亲口说的 他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 我们一起来读 他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要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定成全 使父在子的身上得着荣耀 耶稣说 你们看见我所做的 你们信我的人也要做 我们是不是信他的人 让我们要做耶稣所做的 第三我们要看到 我们要传承 我们要传承给一个可靠的对象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要传承给怎样的人呢 我们来看 圣经告诉我们是要给忠心可靠 又能传承给别人的人 我们一起来读 保罗对提摩太说 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来 我儿啊 你应当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 干强起来 又应当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从我这里所听见的 交托给那些又忠心 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 是的 我们必须要传承给那些忠心 又可靠 又能够不断地传承给别人的人 第四我们来看 传承的内容有很多 但什么是核心 什么是这些的传承 它不但今生带来福气造就意义和价值 又有永生 又有永生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来看这传承的内容 这是耶稣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大使命 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十九节说 天上地上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我们来看何谓传承 传到底什么叫传 传有三个字来表达 当然还有更多 第一传讲 我现在站在这里 就是在传讲 一个知识的传讲 智慧的传讲 这个的经验的传讲 把这些个人所了解领受的来传讲 第二传递 就好像传递的有物质的东西传递 也有权柄的传递 也有属于恩高能力的传递 这是一个传递 有些时候是看得见的 有些时候是看不见的 另外一个是传授 传授有些时候是把一些的秘诀 把一些特别的心理的话 或者说一些的智慧 传授给接帮人 等等这一类 承呢 承什么 承接 你要接受 我们知道 有些不好的 我们可以不要去接 我们不要去接 好的我们要去接 另外要承当 承当 特别是接班 交给你之后 你是承受 承当 接下来呢 承熙 我们承熙到底 承熙的是什么呢 好的传统 好的文化 好的知识 还有 美好的产业 对吗 承熙 好 那我们来看 什么叫传承 这是从客观 从客观的角度 一般的角度来看 什么叫传承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让我们印象深刻 好吗 它就比较一点的 学术性 我们一起来读 来 传承是指将 某一种的知识 价值观 传统 记忆 信仰 或文化等 从一代人传递 到下一代人的过程 它是将过去的经验 智慧和财富 传承给未来的一种方式 旨在保持和延续 特定的内容或传统 以确保其在后代中 得以保留和发展 传承设计传递和传播 特定的知识 价值观或技能 使其在下一代人中 得以持续和发展 它包括教导 培养 指导和激励 以确保传承的对象 能够理解 接纳和持续发展 所传递的内容 传承的目的是 确保文化 知识和价值观的延续 并为社会和个人的发展 提供坚实的基础 传承可以发生在各个领域 包括家庭 社区 教育机构 宗教组织 和文化团体等 它可以通过口头传统 书写记录 教育活动 仪式和庆典等方式进行 传承是一项持久而重要的任务 对于维护和弘扬文化 知识和价值观 具有重要的意义 传承不仅设计 知识和技能的传递 还包括对过去的经验和智慧的理解和应用 它需要传承者对传统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 同时也需要传承对象的接受和参与 我们想一想 我们移民来到这里 想要把中文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特别是在这边出生长大的孩子 很不容易对吗 很不容易 所以如果没有刻意地去传承 是很难的 通过传承 我们可以保留和传扬过去的财富 同时也为未来的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是讲到什么叫传承 我们就来看 第二 为什么要传承 弟兄姐妹 为什么要传承 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 第一个如果我们不传承的话 那我们这一生 我们的人生这些的经验 这些的智慧 还有这些的知识 还有我们的这些的丰富 那岂不是浪费了吗 那岂不是对别人 对下一代没有贡献吗 那我们岂不是断承了吗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没有传承的话 我们就等于说 没有帮助下一代 有一个踏脚石 站在我们的肩膀上 更好的发展 所以如果没有传承的话 我们这些美好的 就失去了 也没有造福下一代 非常的可惜 让他们再走一遍的愿望路 或者还要花时间去摸索 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传承 其实是要祝福下一代 减少很多的愿望路 那如果我们不传承的话呢 你发现到我们也会带来一些的 或者说我们对自身一个短视 我们只看到眼前 我们没有看到未来 我们没有想到 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传承 未来突然间发生一些的情况 没有接班人 岂不是带来混乱呢 会不会成为一个失败的结局呢 所以你发现到传承呢 它是需要早早地做准备 这是从这一个角度 来去思考 另外一方面 如果我们不去传承 弟兄姐妹 别人就会去传承 我们不去把好的 比如说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价值观 传承给我们的孩子 那你看今天 今天国家的教育部 透过公立学校 强制性的 要小学校 就要教导孩子 是关于多元性别 多元家庭 多种性向 甚至推崇同性的 这些的情况 我们不教 别人会取代我们 去教 甚至动用他的公权力 他的资源 他的各样的设备 等等 各样的管道来去做 我们赞同他所传扬的吗 这是让我们去思考的 如果我们不去传承 弟兄姐妹 其实看不见的仇敌 灵界的 魔鬼的 透过各样的社交的媒体 各样的广播 各样的这些的媒体 不断地在灌输 所以今天其实传承 一直发生在 征战的里面 好跟坏 有意义跟没意义 短暂的跟远恒的 不断在发生的征战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培养 传承的意识 没有这种的觉醒 其实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 太慢了 太慢了 后悔就来不及了 所以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在过去两年 常常说 我们不但要做血缘的父母 我们要做属灵的父母 好 我们来看什么时候 应该要开始传承 其实 我们都在有意识 无意识地在传承 现在都在这么做 只不过是 这些的传承 到底是好的 还是不好的 我们看看我们孩子 说话的方式 看看我们的孩子 他的怨词 看看他的态度 看看他的习惯 是不是在无意识当中 都在模仿我们 效法我们呢 所以我们都在传承 但是当我们培养传承的意识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告诉自己 我们要传承美好的 有造就的 有价值的 有意义的 而且是有永恒价值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意识 我们其实不知不觉 都在传承不好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来看传承的内容有哪一些 这是列举 列举一些 就是告诉我们有预备跟没有预备 它的结果差别是非常大的 第一个我们来看 我们要传承的是 基于圣经的纯正的基督信仰 那是生命改变 基督信仰的核心是 上帝和人的生命的关系 还是我们传承的到最后 给我们的下一代 只是一个文化的基督徒 他只是在这个基督教的氛围里面成长 他不知道这位上帝到底是谁 他不知道 他只不过是父母的信仰 父母的上帝 这是一个文化的基督徒 他跟上帝没有生命的关系 第二 我们传承的到底是 属灵的生命给我们的下一代 还是一个形式化的宗教 属灵的生命就是 我们的生命经历过上帝 在我们的顺境逆境 阴天 晴天 雨天 我们经历这位又争又活的神 我们经历祂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经历祂怎么样带领我们的人生 还是只是一个形式化的宗教 就是遵守这些的规条 要参加这样的聚会 要做这些的事 要有这样的外在 全都是外在的形式 但是不知道信仰的核心 信仰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也不认识如何跟这位上帝 建立一个亲密的生命的关系 不了解 多少这种形式化的宗教 文化基督徒 只有一代两代 然后就过去了 很可惜今天欧美的基督信仰 就是因为缺少刻意的 纯正的传承 结果最后变成文化的基督徒 跟形式化的宗教 慢慢的就不断的没落 第三 我们传承的到底是圣经的三观 就是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 还是当代的三观 刚刚给大家看了第一个的短片 这是现在的这些年轻人 无助的这种的三观 你发现到我们如果不再传 有些时候我在想 我们在这里讲了 只有少数人知道 但是你放在抖音里面 几万 几十万 几百万的人 都在看 第三 我们传承的到底是一个 基督化的家庭 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家庭的主 我们按照圣经的价值观 圣经的原则来经营的家庭 还是我们传承给我们 下一代是一个破碎的原生家庭 是一个受伤的原生家庭 是一个对婚姻没有盼望的原生家庭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刻意的传承美好的 培养传承的意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二 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人生里面这么多丰富的知识 智慧 经验 我们要传承给下一代 让他们可以站在我们的肩膀上成长 如果我们没有 我们真的是太浪费 太可惜了 那具体操作如何做呢 其实在餐座上是一个很好的 分享我们的生命的知识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经验 餐座上 有些时候去一起的活动等等 或者个别的 跟对方一起吃个饭 或者聊个天 或者散步 或者去钓鱼等等 只要有在一起的时间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要不然我们这一生 累积了这么多丰富 那岂不是浪费跟可惜吗 当然最好的一个 有系统的传承 就是你把它写下来 如果你发现到不太会写 你可以录音 如果不太会录音 你就制作抖音 制作短片 短视频 也可以 总是保留一些 传承一些 是非常能够 有价值意义可以帮助人的 第四 我们讲到传统还有文化 传统 基督信仰在我们家庭里面的传统是什么 基督信仰在我们家庭里面 培养的天国文化是什么 我们要不要把它传承下去 还是只有我们这一代 结果我们的孩子 一离开我们 组建自己的家庭 你发现到 我们看不到任何有基督信仰 的这种的 这种的天国文化 在他们的家庭里面 我们的这个天国文化里面 在我们的基督信仰的家庭里面 我们看到我们懂得尊容 我们懂得尊重 我们懂得去宽容 劳恕 我们懂得怎么样去 去看出神在这个人生命里面 他的带领 引导 还是 当他们 组建自己的家庭的时候 他们愿的是争吵的方式 愿的是 我赢你输的方式呢 其实我们要去思考 到底我们今天每一天 当我们的孩子 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给他们什么 美好的基督信仰的传统 天国文化给他们 好 另外呢 我们到底要传承的是一个 怎么样的侍奉心智 给我们的同工 给我们教会的同工 还是我们如果没有刻意传承 那只不过是义工的心态 什么叫义工的心态 义工的心态就是 等我有时间 等我闲控 等我心情好的时候 我就来参加 如果呢 我有我自己的兴趣 我有我自己的爱好 我没有时间 我现在很忙 对不起 我不能 你发现到 是什么 是完全是按自己个人的情况 来去做决定 但侍奉的心智是不同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常常就是 宣告这几句话 就是让我们 培养这样侍奉的心智 就是因耶稣而做 为耶稣而做 靠耶稣而做 把一切的荣耀 都归给耶稣 这就是侍奉的心智 不是按我的心情 而是我认识这位生命的主人 生命的救主 天国的君王 全能的上帝 我将来是要向他交战的 我是因他而做 我不是看别人的表现 我不是看别人有没有称赞我 然后我才做 我不是看别人有没有肯定我 鼓励我 我才做 不是 我是因他而做 为什么因他而做 因为他爱我 他为我成就极重的救恩 他舍命来救赎我 世上无人能与他相比 我是因他而做 因他而活 我是为他而做 为他而活 我是靠他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靠他而做 靠他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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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 不是归给自己 这是 侍奉的心智 这样的侍奉的心智 就不会受什么 就不会受我们的环境影响 不会受我们的心 心态影响 不会受我们的情绪影响 我们怎么说呢 就是义工的心态就是 我太忙了 对不起 我这个月不能服事 或者我这半年不能服事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是侍奉的心智 是为耶稣而做 我们知道 耶稣 我这个星期特忙 我这个月非常的忙碌 我这个月遇到的困难非常的大 我不想服事了 不 这是义工的心态 侍奉的心态是什么呢 是耶稣 当我最困难的时候 也就是经历你丰盛恩典的时候 因为你说 你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因为你说 你的恩典是够我使用 圣经里面也记载 耶稣行了三十多样的神迹 都是什么 都是在人在困境 无助 痛苦 绝望的时候 我们看到 上帝奇妙的作为在当中 当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的生活 当我们的时间被压缩 当我们在那种的忙碌 痛苦无助的时候 不是放弃侍奉神的机会 而是什么 坚持侍奉神的机会 去经历祂的恩典 经历祂的大能 经历祂奇妙的作为 这样我们的生命就成长 更认识祂 经历祂 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义工的心态 我有时间我才做 我心情好我才做 我这个心情很闲控 我都可以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要把 侍奉心智的这个生命 传承下去 接下来福音使命 耶稣给我们这个福音使命 你看弟兄姐妹 福音使命告诉我们 福音传到哪里 神的国就降临在那里 神的国降临的时候 才会带来什么 才会带来爱 和平 劳恕 富足 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结果 但是如果没有福音传到这里 神的国不在这里掌权 请问是什么在掌权 黑暗的国度在掌权 黑暗的国度是什么 是骄傲 自私 你争我夺 批斗 斗争 杀害 说谎 我们喜欢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环境吗 不要 福音使命就是把光 不断地发扬 驱走黑暗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哪一个地方 没有福音在发展 神的国慢慢在视为 基督徒不断地在消失的时候 你看那个地方开始混乱了 开始罪恶重生了 开始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在发生 弟兄姐妹 不要让我们这一代 活在福音的文化 福音的使命被传了 神的国降临跟统治的美好的一个年代 然后留给我们下一代的是 福音贫穷 我们上个星期播放那个短片 哈盖学院的短片 这世界充满着福音贫穷的年代 黑暗猖獗的年代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不传福音 就开始断层断代 我们的下一代就不认识主了 我们做了这些之后 最后我们所在的位置 我们人生一定有我们的岗位 不管是服事的岗位 不管是在企业里面的总裁岗位 或者经理 或者任何的岗位 或者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机构 或者公益团体的这些位置上 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 到了一定的程度 我们都需要交棒接棒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传承的觉醒 没有传承的意识 没有传承的去安排 到时会有危机发生了 危机处理好还是不好呢 比如说突然间生病了 比如说突然间意外了 比如突然间发生了一些难以处理的事情 怎么办呢 没有预备好接班人 那就造成什么 混乱跟失败 很可惜 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在于 要有这种的觉醒 要有这种的意思 那我们交棒接班之后 我们就所谓进入到一个退休的生活里面 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退休做好准备呢 如果没有为我们的退休做好准备 我们的退休生活其实是 极度的失落 虚空 那种的重要性不见了 那种的成就感没有了 那种的被需要 那个重要性没有了 我们突然间整个人会进入到一种的消极郁闷 甚至有些人进入到忧郁的里面 让我们早早地预备好 当我们交棒接班之后 我们接下来我们的人生就进入到陪导的服饰 或者叫做mentor 一个导师 一个顾问 一个智者 这样的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什么 我们现在不缺钱 我们现在也不缺时间 我们很愿意陪年轻人 我们很愿意陪借帮人 我们很愿意陪那些有需要的人 把我们人生的智慧 经验我们属灵的生命 我们传承给他们 怎么传承 陪 陪不再是做老师课堂式的 我教你听 不再是 陪更多的时候是倾听 更多的时候是了解 更多的时候是同理心 然后呢 导 引导他 所以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学习 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做陪导 陪导不一定要等到退休的时候 我们才做 我们现在不管什么年龄层 让我们 因为这个时代改变了 这个时代不再是喜欢 田亚式的教导 这个时代是喜欢 对话式的教导 还记得吗 上次讲过 这个时代不再是一个 听命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一个 对话的时代 所以陪导就是符合这个时代 的人所需要的 人所需要的沟通的方式 互动的方式 相处的方式 求主恩待 比如说 我们很可能 很可能 以后我们的聚会 足入庆典 像大家现在都在听 听完之后呢 我们很可能 就有一段的时间 给大家 几个人 你可以彼此分享 你今天在这聚会里面 神对你说什么 神开启你什么 神给你什么的亮光 今天神的仆人 讲的这段话 带给你人生 打算有哪些改变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互动式的 对话式的 回应式的 这样我们不再只是听 听了半个小时 40分钟 听完了之后 你只会感觉 很好 如果这个挑剔的牧师 问你好在哪里 你就说不知道 总之就是很好 明天再问你 昨天听了怎么样 昨天讲什么了 忘记了 所以你发现到 我们如果没有什么 没有去反思 没有去做总结 没有去做思考 反省 跟做一些的应用 其实我们都听了 都忘记了 好 求主 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要进入到 陪导的服饰 不是打到退休之后才做 现在做父母的 对你的孩子 我们 朋友之间 我们 一轩姐妹之间 让我们开始操练 陪导的服饰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不知道如何 跟人互动 特别是今天 在科技的时代 每个人都有这种 社交恐慌症 不知道如何 跟人互动 跟人说话等等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有 这种的退缩 恐惧 会有弥漫 失落 还有呢 最后 我们的这些的丰富 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要有财产 我们的这些的产业 财富 要传承给我们的 受益人 很可能是我们的父母 兄弟姐妹 孩子 教会 公益团体 或者等等 宣教团体 等等 你可能对你的财产 有一些的安排 但很多人 特别是我们华人 觉得 我生前预备遗嘱 是不吉利 谁说的 圣经有没有这么说 没有 那你听谁的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 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 法治的 这个国家 如果我们没有 先做好遗嘱 你知道留给 后代的是 混乱 甚至是 后代的 纠纷 纠纷 你看我们看到 很多那些 所谓有产业的家庭 到最后 孩子跟 留下来的 比如说 那个妈妈 在争财产 或者兄弟之间 在争财产 或者是 重男轻女的里面 这个姐妹 跟兄弟 在争财产 你发现了 如果我们没有 生前 做好这样的遗嘱 我们没想到 当我们一离开的时候 留给 后代的是仇恨 是 是彼此的 这种的 关系的破裂 我们在的时候 原来大家都很好 原来人心 是经不起考验的 特别是利益的考验 我们一旦离开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 做好准备 因为我们没有 立好遗嘱 因为我们没有 为传承做准备 结果我们留给 后代的 留给后面的人 留给处理的人 一方面 政府征收高的税 另外一方面 让这些 亲人 自轻的人 在那里 争权夺利 这是我们想要看见的吗 绝对不是 所以那些 说先例遗嘱的是不吉利 这是一个谎言 这是谎言 这是不符合圣经的 当然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弃绝这样的恐惧 迷信 我们要早早地 为我们自己的产业 做遗嘱 遗嘱 第一 必须是我们离开世界的 它才生效 所以怕什么呢 第二 我们做了遗嘱 就表示我们什么 就表示我们 为后代的人 未来的人 负责任 让他们能够有一个 非常相安无事的 晨曦 我们美好的产业 不要带给后代 纠纷跟仇恨 好 接下来 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 到底是要被人怀念的 还是 故意遗忘这个人 终于走了 唯一可惜的就是 他没有跟我道歉 是不是这样感受呢 这个伤害我的人 终于走了 我终于自由了 真好 是不是这样感受呢 这叫故意 我说写的比较好听 故意遗忘 还是我们觉得 太可惜了 人生能够遇到这么一位人 他还叫人怀念 时时刻刻都想念着他 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其实最后这个 就是让给我们人生做一个思考 到底我们今天活着 传承给别人的是伤害 还是祝福 是愤怒痛苦 还是一个怀念跟感恩呢 弟兄 我们真的都要去思考 求主帮助我们 传承的对象 最直接的 因为那是我们身边 就在我们的身边 所以我们传承的对象 就是我们的家人 包括我们的父母 包括我们的配偶 包括我们的孩子 包括跟我们住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传承 传承给我们的家人 传承的是什么 我们传承的是基督信仰 纯正的基督信仰 不要传承给我们的孩子 是一个虚伪的信仰 就是在教会里面表现得很好 在家里面表现的是另外一套 不要 我们的孩子特别敏感这一点 特别敏感这一点 所以我们一定要传承的是一个 真实的有生命的信仰 里外一致的信仰 然后传承给他的是基督信仰的三光 传承的是整个天国的文化 传承的是我们爱主的那个精神 传承的是整个家庭的合一 家族的合一 我们传承的是给他是什么 是给他不是去挥霍的那个财富 而是这个财富给他是不断的什么 不断的争执 不断的争执 而不是挥霍的财富 所以富二代到底是一个祝福呢 还是是一个咒诅的 这就是看我们传承给他的 只是财富还是赚取金钱的智慧 和管理金钱的智慧 求主帮助我们 还有我们给我们的孩子的事业 到底是怎么样呢 教会 对教会我们传承给我们的同工 所以每一次我们不管是负责的同工 我们每一次当我们服事的时候 我们要培养 对 我要培养什么 培养这些其他人做我同样做的事 这样不但美好的可以传承 我还可以怎么样继续做 神要我做的其他的方面 不是退休 而是继续做其他方面的事 包括我们教会的传承 你看 神给我们教会有儿童 青少年 大学生 执青 中年 乐龄 我们要传承这个信仰 纯正的基督信仰 有生命的信仰 给我们这些不同年龄层的 还要传承给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还有呢 这是需要不断地更新 因为让一代比一代强 让教会的一代比一代强 避免脱节 我们也要传承给我们的朋友圈 特别是分享我们生命的价值观 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信仰 我们活出来的信仰 分享 也就是传承耶稣基督救人灵魂的福音 第四 在职场上 职场上我们传承的是 神带领我们做这份工作 建立这个事业 那到底只是赚钱而已吗 还是在职场上我的使命是什么 所以我们必须要想 我的职场使命是什么 我在职场上培养职场的这个天国文化是什么 在我们这个企业里面有企业的文化 这个企业的文化是什么 弟兄姐妹 天国文化是什么文化 尊龙文化 天国的文化是尊龙文化 然后呢 是价值观 我们的企业的价值观是什么 我们的原则是什么 还有接班人 我们都要思考我们的接班人 接班人不一定要等到退休 很多时候 现在你就要培养你的接班人 已经神可以带领你做 其他的服事 所以传承 铁三角 接班人 我下次再讲 铁三角 就是传承的是生命 使命 跟文化 最后还有一个传承的 对象还有谁 你自己去写 你自己去填 传承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让大家去说 我们下一次来讲 传承的铁三角 生命 使命 与文化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当我们去思考 这个传承 特别是培养 我们要有这种的意识 我们要觉醒 我们若不传承 别人在传负面的 仇敌在传那些扭曲的 破坏性的 谎言 毁灭性的 给我们所关注 关爱的人 阿爸天父 你伴助我们 我们今天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决定 都在有形 无形 有意无意的 都在传承 阿爸天父啊 今天你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突然间 要很警醒 要很谨慎 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进入深度的思考 帮助我们进入诚实的反省 让我们去思想 我们到底要传给别人的是什么 阿爸天父 我们需要你 需要你 圣灵的光照 需要你给我们 一颗诚实的心 我们需要你 对我们说话 我们愿意悔改 我们愿意改变 求你帮助我们 圣灵啊 请你来 运行在我们当中 弟兄姐妹 我们来聆听 上帝对我们 个别的说话 阿爸天父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帮助我们 要很认真的看待 我们跟你的关系 我们不要做一个 形式化的基督徒 我们没有兴趣 要做文化的基督徒 阿爸天父 求你赐给我们 这样诚实正直的心 让我们很认真的看待 我们既然信靠了你 相信你 我们就愿意 效法你 耶稣基督 我们愿意 遵循你的话 让你来改变 我们的生命 阿爸天父 帮助我们 传承的生命 我们这个生命 是令人羡慕的 是可以做 美好榜样的 让我们这个 所传承的生命 主啊 是有爱 有能力 有智慧 主啊 是让我们这个生命 是能够不断地 繁殖生命 传承生命 阿爸天父 今天 请你来恢复 恢复 上帝 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宝座 由你来掌权 我们愿意 弃绝我们心里面 各样的偶像 我们要恢复 对你的心灵 诚实的敬拜 我们要恢复 对你的降伏 和谦卑 阿爸天父 帮助我们 我们要恢复 对你坏的渴慕 我们要恢复 属于你的时间 属于你的服事 属于你的金钱 属于你的材杆 我们绝不随意地 拿来妥协交易 我们愿意 一生为你而活 为你而做 阿爸天父 你是帮助我们 今天 你对我们说话 你也帮助我们 恢复那龙美的生命 奉耶稣基督 得胜圣名 祈求感谢 同时我们也为圣参 做个祷告 也麻烦请分圣参了 弟兄们到前面来 阿爸天父 我们把这圣参的饼 跟葡萄汁 全然的分别为圣 请你来洁净 你的圣灵 使愿所有领受圣参的人 我们都要与你来相遇 经历你 你对我们说话 圣灵请你来 奉耶稣基督 得胜圣名 祈求感谢 Amen 我们从起立来参了吗 我们从起立来参了吗 从黄无谣 宁室中的丰富 期盼春雨降临 再来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渴望被你充满 干涸之地 期盼被你浇灌 从花木桃 因许中的丰富 期盼着雨降临 江夏里的荣耀 也请一指着你 对付荡荡 荣耀吉堂 恢复我们的清白 江夏里的荣耀 接近一指着你 恢复到他 荣耀吉堂 恢复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渴望被你充满 恢复之地 期盼被你浇灌 从花木桃 应许中的丰富 期盼春雨降临 江夏里的荣耀 接近一指着你 接近一指着你 恢复到他 荣耀吉堂 恢复我们的清白 江夏里的荣耀 江夏里的荣耀 我们谦华 我们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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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破口中 祷告无穷 献上生命 宣耀生命 宣耀护照 宣耀吉堂 恢复经白 我们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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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破口中 祷告无穷 献上生命 宣耀吉堂 恢复经白 江夏里的荣耀 接近一指着你 恢复到他 荣耀吉堡 恢复我们的敬拜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如同摩西 看见你的荣耀 我要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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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代 要看见你的荣耀 我要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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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摩西 看见你的荣耀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这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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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见 你荣耀 这世代 要看见 你荣耀 阿弥险 阿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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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手上拿着这饼 我们知道这是 耶稣基督的身体 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 他拿起饼来 剥开注谢了 递给门徒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拿着吃 为的是纪念我 弟兄姐妹 耶稣的身体 是代替我们 承受罪的刑罚 承受罪带来的咒诅 承受我们犯罪带来的后果 而钉在十字架上 单单所有这一切的疾病 贫穷 羞辱 被拒绝 各样的伤害 以及犯罪带来最后的 就是神公义的审判 神圣洁的怒气 以及地狱的火湖 我们人承受不了 我们单单不起 我们自己所犯的罪 带来的后果 神拆派祂的独生爱子来 祂不是拆派某一个有罪的人 祂也不是拆派有限制的天使 祂拆派的是祂的独生爱子 唯一的爱子 来到地上 取了人的样式 仆人的服饰 谦卑地代替我们承受 这罪带来的一切的后果 而死在十字架上 弟兄姐妹 这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 都是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 让我们这时刻就对耶稣 说几句感谢的话 我们知道罪 让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破裂 我们知道罪 让我们的生命被扭曲 经历许多的痛苦 让我们这时刻来到 爱我们的耶稣基督面前 我们真诚地跟祂 向祂来认罪悔改 弃绝我们里面的 看不见的偶像 弃绝我们一切的不意 弃绝我们的罪 我们的骄傲 我们的自私 我们的自以为事 自以为意 弃绝我们里面的贪婪 我们的这种的说谎 弃绝我们里面的 至高至大 好吧 我们这时刻 我们就跟爱我们的上帝 来认罪悔改 求祂赦免我们的罪 而且还要拆毁这些罪 跟上瘾的势力 我们要求神断绝 让我们享受在基督里的 自由和圣洁 阿爸天父 感谢你这样的 接纳我们 赦免我们所认的一切罪 我们这时刻就带着感恩的心 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 当我们手上拿着这杯 这葡萄汁 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留的宝血 我们知道这不是普通人的血 这是上帝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祂是无罪的 祂代替我们承受这样的刑罚 一个非常羞辱痛苦的刑罚 定在十字架上 赦罪的代价是如此的浩大 需要神儿子的性命 那我们这时刻 我们就对耶稣说几句感谢的话 因为祂在放后的时候 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 第一个门徒说 这是我立月的血 为你们而流的 我要使罪得到赦免 你们每逢要如此喝 为的是纪念我 耶稣配得我们降福和爱 我们对祂说几句感谢的话 感谢你亲爱的 亲爱的主耶稣 当我们这时刻要领受祢的宝血的时候 主啊 一进入到我们的身体 祢的宝血要来洁净我们的舌头 我们的心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意念 洁净我们的灵魂 还要洁净医治我们的身体 我们感谢你 我们期待 你的爱 再次在我们里面 被挑弯起来 对你的信靠 再次 在我们里面被兼顾 奉耶稣基督圣明求的 Amen 弟兄姐们请领受 谢谢你亲爱的圣灵 我们不但领受耶稣的宝血 我们这时来领受你圣灵的充满 你来管理我们的生命 主啊 让我们里面的爱火被挑弯 我们里面圣洁的心恢复 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宝座 是在掌权的 是主耶稣你坐在这宝座上 我们期待美好的一个星期 谢谢你恩宠我们 奉耶稣基督圣明感谢和宣告的 Amen 好 弟兄姐妹请立 让我们一起来 唱这结束诗歌 我们可以把杯 传到旁边 我们 这样子 我们 这样子 将来 祝福 那么 弟兄姐妹 我 这节目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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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的大能 不软而尽 深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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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风里总大大仰望你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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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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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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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仍乎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提起我们的手来领受祝福 爱我们的天父 你按照我们的名你认识我们 你张开你的双臂要来拥抱我们 从你生命里面的圣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因耶稣基督得到圣洁 阿爸天父谢谢你脸上的光照亮我们 那些来掩盖我们的黑暗要彻底的完全的离开 阿爸天父谢谢你用恩典来包围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不缺少你的供应 阿爸天父谢谢你教导我们的手增脏 拉弓射箭 教导我们的脚建大仇敌 奔走摆在我们眼前 你给我们的使命和目标 愿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天天的彰显 愿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 透过我们来传承 让真理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 管理我们提升我们 进入超自然的生活 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属灵的恩赐 圣灵的果汁 智慧的言语 教我们手所做的功 蒙你建立 龙神义人 奉耶稣基督圣明 祝福和宣告的 Amen 给耶稣一个大大的掌声 阿里路亚 感谢主 弟兄姐妹还没有离开之前 不要忘记跟旁边的说 你是我的家人